这是您让我给董事会洗澡的报告 我念给您听听 本月以来 在少鸿杨坚同志的双双领导下 北京原餐厅各方面 什么叫咱们的双双领导 杨坚 我教育过你多少回了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好不好 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谁跟你成双成对了 正确领导的就是我 你就是我的副手 那好好 那就改成以你为首 以我为副的领导班 OK 不OK 什么领导班子 领导就是我一个人 行行行 那就改成以你为领导 以我为助手的管理层 干嘛老提你呢 这里边压根就没你什么事吗 行行行 那干脆改成 以你为领导 没我什么事 这堵成了吧 这既然没你什么事 干嘛还提你呀 简单点啊 就写 在少红 正确的 有力的 高效率的 卓有成效的领导下 这还简单点啊 去去去 就照你思路写下去吧 行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就是吧 这个 由于 咱们的正确领导 你还要我提醒你几回啊 没有咱们 就是我的领导正确 好好好 由于你的领导正确 最近呢 咱们餐馆 不 你的餐馆 效益不破 所以呢 人手呢 就显得比较紧张了 一直咱们不都是想 不 你不都是想找一个 还是他们打工的吧 是吧 现在呢 假期到了 大学生找工的也都不少 有一个呢 我看着还不错 要不然咱们就 不 你就把它留下吧 不是 咱们这么说话 你这么说话 太累了 这个 你这么说话还累 人呢 叫你来我看看 哈喽 哈喽 新来的waiter 来来来 让少女你看一下 嗨 哈喽 我李莹杰 看样子还不错嘛 啊 啊 在哪儿读书啊 读书呢 其实谈不上什么了 只是刚好认得几个字 那么就在这附近那个 UCLA 胡乱读个博士而已 没错 博士啊 还胡乱读一个 能让我们这硕士 就更不好意思啦 关于waiter的这个 规矩还有待遇 杨李班会跟你交代的 啊 欢迎来到 Pikin Garden 谢谢 很棒,好聰明,好兴,好兴奬,好兴奏,好兴奏。 这边是人家,这边,好兴奏! 然后玩一下! 这边是人家,好兴奏! 然后玩一下! 这边是人家,好兴奏! 把我干净 厉害厉害 幸亏他这个暑期打工 否则我们这个饭碗都会被他砸掉 你们懂什么呀 一个笨人再不卖点利息 要不得活活饿死 你是讲他是笨人是吧 你不要忘记他是博士 你不也是博士生吗 你家人一块俩笨人 你是讲这个知识越多 越是笨蛋是吧 哇 大陆的文化革命这个负面的效应 还是蛮厉害的 否则你总会认为这个博士是笨人呢 当然啦 博士是什么呀 博士就是 对很少很少的事情 知道的很多很多的那种人 而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知道的有很少很少 这怎么会 你比如说我 啊 除了在你们的专业领域里边不如你们 是在其他的各个领域都比你们强 是吧 不信咱就比试比试吗 还不光说我 张晓晶都比你们强 啊 听听 这要不是杨哥今儿给我提醒 我还一直蒙着鼓里 以为你比我强了 李博士啊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他们讲我们的博士生啊 只在专业方面有一点学问 做其他事情啊 不光没有什么用途啊 反而比那个一般人还差很多 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袁世凯 他他就有这种看法 他说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那第一种呢 就是做学问的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种学问 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做事情的 那么他呢就是那种做事情的人 对对对 我也是做事情的 我也是做事情的 我也做的 我做学问的 那么还有个人叫孤宏明明提过没有 他呢就是反对这种观点 他说这个世界上呢 不是每一个事情都是需要用学问去做的 像现在老妈子啊 早上去倒马桶那种事情啊 就不是需要什么学问的 江哥 他是不是骂咱呢 什么 他敢骂咱 他骂咱什么呢 他骂 他骂咱是老妈 坐马桶啊 挤得咱哥俩只顿干 偷奔工的活这个 李博士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在餐馆里做Veter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也需要有很大的学问 当然是越多越好 那么我再想请问一下李博士 论学历 你是博士留学生 我是高中 没念完 那么咱们俩人 学问谁的大呢 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考虑到 杨领班的这个 自学成才这个因素的话呢 那当然了 当然还是我大了 还是他大一点 那也就是说 当Veter这样的事情 也是你做得更好一些了 你这个逻辑上推理的话 应当是这样子 别老玩 逻辑推理 要有本事 咱比试比试啊 对 比试比试 正好今儿的卫生间 我还没打错呢 你们俩 一个男厕所 一个女厕所 看谁刷的又干净快 怎么样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谁说比那个了 我还能替你刷厕所啊 打Veter 顾客就是最好的裁判 顾客给谁的小费多 就说明谁做得好 你敢不敢比 比小费啊 我应接 初来乍到 比小费 我看不太好吧 怕了是吧 怕了 怕了 怕到时候 因为你 你杨领班的面子 不知道摆哪啊 什么 你还想赢我 赢是赢定了 那你想一想 那我勤工俭学 我这一个月里面 要赚一个semester 一个学期的这个学费 如果没有这个办法 出来赚你小费的话 我怎么出来闯啊 你想想看 叫板是吧 叫板 咱们从现在就开始比 干嘛 好吧 但是呢 为了排除这个偶然因素 我们应该以这个 一整个星期的这个成绩来算 才比较公平 好就比一个星期 从现在开始 好 等等 还有就是我每天负责 那个section呢 每天要轮流换一次 行 公平竞赛 交换场地 开始吧 还有还有还有 就是因为这边 是你的地头嘛 那么手可以比较多 那好好 不偏不像 一人一撞 开始吧 等等 还有还有还有 裁判公正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人 来当 那好 那我随便选 张伟丁 那我也可以随便选一个 选我吧 否则那个技术这种事情 会要小精的命的 对 去 合着我不识数啊 我 那这样子吧 每一次呢 我们知道这个小费这个总数呢 他经过我们的这个裁判评审 过目之后呢 才可以算数 我说哥们 你怎么那么麻烦你啊 光管一位人嘛 对不对 这就是学问的好处 什么 我 就是光说不练 开始吧 人呢 ready sir here you go right here 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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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数字统计出来了 杨哥 您听了以后 他得挺住我 第一天 杨坚大胜 一美元 第二天 李英杰小胜 十五美元 第三天 杨坚净胜十美分 第四天 李英杰显胜 二十美元 第五天 往后就是他胜了 今儿是最后一天 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 这回您就算输定了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 胜呢 语言您不如人间 英格历史比你强 西班牙语也能说 德语日语能对付几句 台语粤语不担不到人 行费能不高吗 不就仗着几句外国话 和外地话吗 还有什么呀 本事可不比您小哥哥 演六活 手脚麻利 坐一问二眼观三 他眼观三 我眼观六 我眼观六路 耳听八风 关键 关键 您长得不如人家 不信你看看 就连那富婆 都是给他小费多 真的 跟他一比起来 您基本上是 张小青 你的屁股坐到 哪个立场上去了 你长谁的志气 灭谁的威风 你他妈到底像谁 你 哥哥 我当然是像着您的 可光我像的也不管用 谁让你们弄俩公正人的 陈洪福 是博士帮博士 我是想捣鬼 没点下嘴 看我的 凯咪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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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咪 说良心话 我平常对你怎么样 良心话 对 你平常啊 对我 不怎么样 平常那是看不出来 到了关键时刻 你就说你现在缺什么 在美国 能缺什么 Money Money是吧 等一下 我给你10$ 10$ 那我只能让你 进去我的手背 别那么可以啊 10块钱才进去手背 那 谁说干别的了 我是想让你帮哥哥点小忙 什么忙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看见那有钱的 带着女朋友的 或者本人就是女的那种乌客 就全都往我那来 我看 想多赚小费 啊 OK 还有呢 哦 这还有呢 见着那个啊 穷了巴基的 口口唆唆的 爱钱如命的 蒙吃蒙喝的 就全往李博士那带 欺负他是新来的 That's not good 不是欺负他 我们是 我们是 我们是闹着而打赌 对对 给你十 十道了 OK 这是怎么带的胃啊 你看那老太太 每次来了就要一盘瞎小饭 小费超不过两磕 还有那两口子 小费奇迪事特多 最可恨的就要算是那黑人 来了好几次了 从来就没付过一次小费 我说杨李华 怎么这好客人 全在你的station 打铁客全在人家那边 这个吧 我是这样考虑的 新来的同志嘛 要求自然要严格一点 年轻人你不断的 怎么能够成长呢 是吗 可我听说你们在比赛 是吗 对 比赛可以啊 你可不能欺负人 不是 是艾米领的位 怎么会是我欺负人呢 哦 我明白了 个别女同志吧 看着人家新来的男同志 长得稍微顺眼一点 就意志薄弱了 众色轻友了 一场中摇了 原则丧失了 言不由衷了 身不由己了 伤当受骗了 为神一人了 你这是谁呢 我说个别女同志 反正没说你 是吗 可我倒担心个别男同志呢 本来觉得自己怪不错的 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是要学历没学历 要能力没能力 要才华没才华 要长相没长相 要人品没人品 要水平没水平 是要党次没党 你这说谁呢你 我是说个别男同志 行 你不是说我就行 我就是说你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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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先生哥 这破了咱北京都要记录了 这个 小费给100美金 这不可能 这一准是人家落下的 咱北京员向来十斤不寐 张小青 马铃给人送回去 送回去呀 让他去 马上就回来 人家 人家说了 是小费 人家说以前来一直没付过 这回易总负了得了 李英杰 这一周你跟杨领帆展开了激烈的劳动竞赛 干得好吗 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竞赛的结果好不好 我准备中奖优胜者 还中奖啊 优胜者本来就多得了小费 你就别再给他 我是说给我钱了吗 谁说给钱了 哦 何着给东西啊 谁说给东西了 那你的意思 把人给他 谁说给人了 哦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什么都不给是吧 谁说什么都不给了 优胜者 那就是深受顾客喜爱的嘛 就是富标兵嘛 就是我们员工的榜样嘛 我准备奖励他一个副总经理的职务 哇 不会吧 宏普 小金 你们两个是公众人对不对 那现在就告诉我谁是这次比赛的获胜者 这个 还没捅你出来呢 其次也不用统计 反正不是阳间嘛 好 我现在就宣布 这 少经理 我有话要说 其实呢 我也认为这次的比赛不是那么的公平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说优胜者的这样的奖励 那这样吧 不如跟杨领班再比个礼拜吧 比什么 还比小费啊 那比完了你 我还是赢嘛 要比咱比点别的 你敢吗 不赔 好 那就比英语吧 正好本店的员工的英语水平 更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嘛 别的呀 他都博士的英语能差嘛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吧 都是中国人 干嘛比英语呀 是不是 这种崇洋媚外的比赛 我杨颜 坚决抵制 就不派团参加了 那就比国文好了 是吧 诗经死寂 左转春秋 看这记得更老一点 这个 我是说啊 都是中国人 会说中文那是应该的嘛 这也没什么比头 是不是 杨哥杨哥 到底你有什么强项 啊 沙经理 我提建议啊 我看咱们是不是比赛 打冰球 这倒是一好主意 冰上运动体现了人的综合素质 又有智力 又有体力 又有艺术 又有技巧 又有竞技性 又有观赏性 对对对 杨先生 你不觉得这样太欺负人了吗 谁不知道你过去是冰球运动员呢 再说这个季节安费也没有冰嘛 可以用汉冰来代替嘛 对不对 对啊 划不了花样 划球刀 划不了球刀划跑刀 是吧 不过就是有点 欺负你模式吧 直接认识 说算了 对啊 不不不不 我看我不要认输吧 对 呃 好吧 就比吧 一言为定 后面先去 哎哎 这不公平啊 明明是比赛打个三广嘛 咱们这又不是卷拔运动员 哎 少经理 那人里不是答应了 一言为定啊 低 哎 老二 说是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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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换鞋去吧 啊 啊 啊 名字 漂亮 不是胡吹乱盖 真是蛮厉害 三样一斤子 拽敌了 你打忙是老棒的 没有инки 生袖的一点 没问题 但是想到当年的这个全国冰舞比赛 是最高名字 还好 打了个银牌 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不公平 这还不公平啊 比赛华兵是你提出来的吧 结果呢 你速度也没人家快 花样也没人家多 到最后自己摔一大马趴 这冠军当然是人家的了 这事阳哥 不含着 奥运会银牌一样光荣 就他那什么什么兵舞比赛 不演义银牌吗 废话 我的银牌 跟他能比吗 是吧 同工俩人比赛 我得银牌 光荣个屁啊 坏事 那就重在参与吧 好 我现在啊 就宣布我们的这个 对对对 当然这么多人呢 你怎么也得勾留点面子 洪 我当初说的事 我现在要反悔的话 面子往哪放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你这个决定呢 就让我来宣布吧 有你 一个领班 宣布任命副经理的决定 就别副经理了 我把领班让给他 反正都是二把手啊 我现在 来宣布一件 非常重大的决定 这个 小李同志 来的时间 虽然不长 对吧 可是表现 还是很不错的 很努力 很听话 人的能力 有大小 努力听话 就很好 所以 我 和少红 决定 要重重的 奖励他 正值 我最近身体欠家 所以 要修养一段时间 在我修养期间 就由 李博士 来带领我的职务 大家可以自由组长 年轻人啊 前途无量啊 一定要接好我的班啊 好好干吧 好